最近在东南亚市场 很多的品牌他们都一直在推出所谓的 B Segment 的 SUV 最新一个加入战局的就是 Mitsubishi 他们推出了一款叫做 X-Force 的 B Segment SUV 而且他们很有信心这一款 SUV 可以在东南亚市场抢下一片市场 你会期待这一款 SUV 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款 X-Force Mitsubishi X-Force 是基于之前原厂发布的 SFC Comset 打造的 B Segment 的 SUV 车款 外观设计的部分我必须给 Mitsubishi 一个赞 因为我个人都觉得它很好看 所以年轻人应该会蛮喜欢这一款车型的 根据 Mitsubishi 的工程师在发布会上面讲解 这款车其实是基于 Xpander 的平台打造 但是他们进行了改良 因此这款车还保留了一些 Xpander 的特点 也就是大空间还有舒适性 这款轴距达到了 2650mm 这款车的车身磁马 比起 Honda HR-V 还有 Toyota Yaris Cross 更大 因此空间就是它主打的卖点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款车原厂宣称它的离地高度达到了 222mm 这个离地高度跟 Mitsubishi Trident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辆车具备了很强的通过性 但是它的越野能力就还好 因为这款车是一款纯前轮驱动的车型 它并没有配备 All-wheel ride 系统 原厂表示这款车开发的目的呢 就是一台可以试驱驶然后很舒适的 SUV 然后偶尔可以让你去进行一些郊外活动 越野不是它的强项 虽然说呢这一款车它是一款 V-Segment 的 SUV 但是呢它对比起像是 Buildio 的 2008 或者 Honda 的 HR-V 来讲呢 它只算是东南亚特空车 因为前面提到的两款车它们都是国际车型 除了在东南亚贩售之外 它们还有在像日本啊 欧洲等地贩售 所以其实前面提到的那两款车 它们面向的这个消费者出权会比较大 而这个 X-Force 呢 它是主打这个东南亚跟印度市场 如果你真的要讲它的对手的话 它的对手其实就是像是印度早前发布的 Honda 11 或者是 Toyota Yaris Cross 等等的车型 那对了还有一款车型也是它的对手 就是 Hyundai 的 Creator 既然我们讲到了这款 SUV 是专门为了东南亚市场开发 所以呢它有一个共同点 跟其它为了东南亚开发的 SUV 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们都采用了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Honda 11 呢 也是 1.5 的自然进气引擎 Yaris Cross 也是 1.5 的自然进气引擎 Creator 也是 1.5 的自然进气引擎 所以它们似乎讲好了 都是采用这个 1.5 的自然进气引擎 而且变速箱同样的都是 CVT 这一具引擎呢跟 Xpander 是一模一样的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03 HP 峰值能力表现 141 Nm 你看到这个动力数据呢 你应该会有跟我一样的想法 这两层会不会没有力 但是实际上呢 我自己开过这个 Mitsubishi Xpander 我觉得这个动力表现还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说是以一般的市区驾驶来讲 它的动力表现还可以接受啦 而且油耗也不算太高 而且原厂在发布会的时候也表示呢 这款车并不是为了性人而开发 所以它并没有使用这个 1.5 公升的 Myvet Turbo 引擎 我自己觉得是有点可惜啦 如果说它采用 Myvet Turbo 引擎的话呢 那么 Honda HR-V 就真的有对手了 另外呢 虽然这款车并没有提供这个 All-wheel drive 系统 但是它还是提供了四种驾驶模式可以切换 其中包括了泥泥模式 也就是讲如果捏接你的车子真的是在泥泥的路段进行驶的话 泥泥模式一定程度可以帮助你脱困 OK 讲完了外观跟隐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内装设计 其实我必须讲喔 如果你把目前这个 B-Segment SUV 掰开来看 你再看一下这个 Xbox 的内装呢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最起码呢 我觉得它比这个 Creator 还有这个 Yalitros 好看很多 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类似于双联屏的设计 就是 Mercedes-Benz 那个两块荧幕的设计呢 其中呢 中央的触屏主机尺寸非常的大 达到了 12.3 寸 然后这个全速画仪表也很好看 如果这个设计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呢 哇 应该很多人会为之着迷 但是就可惜了一点点没有氛围等等设计 但是其他的功能 该有的还是有 例如讲电子手达车跟 Autohull 这些很多年轻人想要的配备 它也是有 因此呢 我相信这一台 SUV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呢 年轻人应该会很喜欢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该提到的空间表现 这样才有空间表现根据实际在现场的媒体呢 他们进行测试呢 还真的蛮大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再考虑一辆可以载人的 SUV 车款 这款车的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 但是有一个比较可惜的点就是 目前呢 X-FORCE 在印尼市场是不提供任何一种 ATTAS 的功能的 也就是讲你要 ACC啊 你要车道天气警示啊 你要自动紧急刹车 这辆车是不提供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这些配备也没有的话 可能会成为这个 X-FORCE 的缺点 讲了那么多那么这款车几时会来马来西亚市场呢 我们就不用去讲它会不会来了 因为来是肯定的 原厂都表示了专门为东南亚市场打造 而且这几年呢 他们专门为东南亚开发的车子卖得非常好 例如讲 Triton 例如讲这个 X-Bender 每一款就算不是第一名都最少是前三名 所以他们应该对这个 X-FORCE 也很有信心 我个人推测这个 X-FORCE 可能会在 2024 年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同样的是以CKD 的方式翻售 因为目前呢 X-Bender 在马来西亚 CKD 而且卖得非常的好 所以原厂应该会打铁趁热 至于在价格的部分呢 如果我们以印尼的售价来换成马币的话 它的起步售价是 11万5千令吉起掉 所以我预测它在马来西亚的价格呢 会在12万令吉左右 可能你会觉得高一点 但是这辆车呢 它的空间表现呢 它的外观设计呢 我觉得还是有卖点的 所以你对这个 Mitsubishi 的 X-FORCE 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些内容 你可以告诉我 Yaris 跟 X-FORCE 你比较喜欢哪一款吗 我们下次见 拜拜